沙石阵时光 My time at Sandwork 在荒漠小城沙石阵 您可以按照您心中的想法 打造您的工坊 将各种复杂精密的机器 排列组合在一起 制作各式各样的工具或设备 也可以探索小镇周围的广阔沙漠 深入各种废墟探险 正面硬刚遗迹中的怪物 将周围的空旷戈壁 变成可耕种的肥沃土地 同时数以百计的支线任务 与超过30个全新的角色互动 发掘他们每个人身上的神秘故事 更有机会 看他们中的某些人 擦出爱情的花火 孤独前哨 One Lonely Outpost 贫瘠的外星世界 需要你来为这里带来生机 努力建立你的殖民地 种植作物来吸引殖民者 构建城镇与经济 并且在将你的殖民地 建立为主要目的地的同时 努力实现独立 无论你选择纯天然 还是更为高科技的农场 都需要让食物生产 与星球上的其他活动之间 达成平衡 探索外星遗迹 来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奇怪世界的情报 与众多会加入殖民地的不同角色 发展关系 并且一路上 还有各种超好玩的小游戏 帕夏时代 Ruth of Pasha 你在荒野中游荡得够久了 现在是时候建造一座 能够屹立世代的村庄了 看你的好友们一起 共同建设繁荣的社区 选育庄稼 寻画动物 解锁科技 开垦农田 参与各种节日 找到你的伴侣 并将这一切传承下去 这款游戏 是以多人游戏为理念 进行开发的 和好友们生活在一起 奉献出你的才华 和资源 来帮助部落发展 共同参加好玩的节日 一起观看里程碑式的 多人游戏过场动画 封灯之日 Harvest Days 5月12日发售 没有人满为患的交通 没有邻里的高楼大厦 没有三点一线的乏味 逃离令人窒息的朝九晚五 迎接一个新的挑战吧 在属于你自己的小块土地上 被温顺的动物 和亲切的友邻环绕的生活 正在变成现实 接管一个被遗忘的小农场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照顾动物 或照料你的花园 收获农作物 以物换物 去垂掉 或探索迷人的开放世界 揭开它的所有秘密 世界之大 任你遨游 你准备好了吗 钥匙执照 Potion Permit 孟布里镇 向来抗拒外界的进步 更愿意依靠 他们的传统疗法 直到有一天 镇长的女儿重病 当地乌医却束手无策 只能被迫走出小镇 寻求外界的帮助 医学协会决定 派遣他们最出色的药剂师 也就是你 去帮助治愈镇长的女儿 同时说服 孟布里的居民们 相信现代炼金术的奇迹 在这款开放式的 模拟RPT游戏中 你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 并照顾好每个病患 光年拓荒 Lighter Frontier 这是一款以创造 资源管理 基地建设为要素的 开放世界 经营探索游戏 这里有神秘的故事背景 还有宇宙风格的 乡村音乐 在远离家乡的地方 通过一到四名玩家 在线合作 探索世界 种植外星农作物 巡化野生生物 应对各种自然现象 和极端环境 并建造新的家园 山湖岛 与各种各样的市民建立关系 让你周围的世界 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和谐 海岛之魂 Spirit of the Island 3月16日发售 这是一款 趣味十足的 合作类生活模拟RPG 故事发生在一片 六代群岛上 你的任务是在小岛上 修建农场 种植农作物 和饲养牲畜 制作各种物品 同仁精美菜肴 收集资源 同时建造 能够吸引游客的商店 和博物馆 将荒无人烟的小岛 打造成繁荣的旅游圣地 阿卡 在一个小型的开放世界游戏中 找到内心的平静 在这些精心打造的岛屿上 您可以在巨大的怪物身上小睡 为小龙 照顾动植物 但您过去的噩梦 可能会回来 提醒您想要忘记的事情 和一切都要认为 和一切都要订阅 在这些人之间 在石头上 你被创造成群之间 其实是想要忘记的 你有什么想要忘记的 他想要忘记的 你更容易可以 要做战争 但要做平静 的 《阿卡》是一个小型的世界 一间间隙子 一间隙子 这家人的保护 和一间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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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怕的地图集Cocopus Atlas 踏上前往奇幻未知星球的盛大旅程 在这款游戏中 您将扮演勇敢但笨拙的Cocopa 在这个未知的星星球上 探索并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 当您在这个肥沃的世界上进行规划 设计 建造和耕种时 您还必须提防星际旅行者带来的危险 你能保护你的星家免兽宇宙海盗 当地野生动物和荒野中的危险谜团的侵害吗 新的一页 回忆 Unleaf Memories 你在一个陌生岛屿的海滩上醒来 什么都想不起来 独自一人 仅装备城镇居民提供的基本农具 您的目标是恢复您的记忆 完成任务并探索如何出岛 展开你的故事 花园女巫的生活 A Garden Witch's Life 失去工作后 你最终来到了一个远离家乡的小镇 幸运的是 您可以留在空置的小屋中 并开始建立新的生活 建造你自己的花园 为你的魔药和咒语 种植植物 并与镇上的人们建立友谊 建造你的花园 修复和改造一个古老的魔法花园 种植特殊的植物和药水成分 让它成为各种小动物和灵魂的家园 厨师RPT Chef RPT 你是一名旅行厨师 被赋予了复兴白灰港 曾经著名的餐厅 La Sequoia的任务 在这个曾经是繁荣的旅游圣地的美丽海滨小镇 开始您的新生活、狩猎、收获和购买原料 一路上结识迷人的当地人 帮助该镇重振旅游热点 在这款开放式角色扮演游戏中 打造您的烹饪冒险 您可以在其中选择如何发展您的餐厅 格林莫威克之歌 Sounds of Glimmerwick Glimmerwick大陆以其魔法大学而闻名 幸运的是 你已经被录取了 在这处灵地幻想世界中 演奏音乐是诗法的秘诀 古老的歌曲 使花园工作变得轻而易举 他们一世探索岛屿各个角落的关键 伴随着值得信赖的长笛和歌本 也将上课并参加课外俱乐部 与同学和市民交朋友 并揭露诸多怪事和奥秘 在一年的季节 节日 咒语和巫师狂欢中愉快唱完 基特里学院 Titoria Academy是一款生活模拟游戏 成为巫师学徒 参加课程 训练你的魔法技能 从而解除世界上威胁无辜生物的诅咒 在探索学院的过程中 解释其他学徒 按照自己的节奏 揭开学院的秘密 通过参加魔法课程来训练你的魔法技能 在植物学课上 培育花园来种植和收获新鲜蔬菜 在咒语诺上捕捉和收集咒语生物 学习如何调制强力药剂 制作符咒和治疗生物等技能 梦幻古Evergreen Valley 今年夏天 有史以来第一次 您将独自在祖父母的农场度过 两个月没有爸爸妈妈 只有你和你的狗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你必须照顾祖父母的农场 种植植物和挤奶的动物 至少照顾好他们其中一些 丁肯 在灵感源自澳大利亚 荒野内陆的岛屿上 建造家园吧 探索热带暗树林 在炎热的沙漠中生存 在凉爽的水潭中放松身心 并探寻充满可爱 澳洲野生动物的灌木丛林地 通过狩猎 采矿 鲁鱼和秘食 来收集有价值的资源 扩张并设计自己的城镇 吸引新的城镇居民 和企业前来 与好友分享新家 互相保护 毕竟你们是在与危险捕失者一起 探索美景 云井Cloudscape 你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上醒来 收集资源和制作工具 来帮助你生存 寻找离开岛屿的方式 发现充满新资源 村民等等的新土地 你能解开怪物的奥秘 揭开你的过去 把你的小岛变成天堂吗 妖怪旅馆 EOKE IN 是一个手绘像素风格的模拟经营游戏 在这里玩家接手了一家 即将废弃的旅馆 在这里不仅有各种可爱的小动物 每当夜晚来临 旅馆里奇奇怪怪的住客 就会活跃起来 它们是各式各样的妖怪 游戏中的玩法非常丰富 可以钓鱼 烹饪 采矿和发展手工艺 通过这些技能 让你的旅馆不断地发展起来 来接到更多的妖怪客人 还可以找客人们聊天 探索它们的秘密 河流牧场 The Ranch of Riverside 跨上马鞍并建立自己的马场 当您探索西部荒野时 饲养小马鞠 照顾您的马匹 并训练它们 参加越野比赛 成为你所在城镇的冠军 欲将帮助您 在Riverside牧场冒险的村民 成为朋友 风和日暖Sunny Set 你已经在日本乡村的 一个老旧的小镇上 购买了你的第一块土地 耕种土地 培育作物 照顾动物 访问线上购物 并保存你最喜欢的新鲜食谱 虽然乡下的生活 很宁静美好 但阳光小镇的生活 并不完美 当地人有着鲜明的个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和不可言说的苦恼 你可以选择亲近它们 了解每一个故事 阳光小镇在过去的十年里 一直在逐步下滑 但也许你会为这个荒凉的小镇 注入全新的活力 小吃店Snackle 曾经居住在大城市里的猫咪 默默和蜜干 正准备展开全新生活 在这款农场猫咪探险游戏中 种植作物 羊羽毛茸茸的奶牛 钓鱼 探索 随心进行定制与装饰 以及进行别的许多事情 比如找到神秘瘴气的成因 明确潜伏在小岛遥远边陲的怪兽背后的来由 如果真心希望重建这座小岛 那么 从白雪矮矮的高峰 到酷热难耐的沙漠 你将要去寻找散步小岛各地的祭坛 寻求古代女神的庇佑 帕里亚 帕里亚是一款社交模拟类网游 在游戏玩法上 它更侧重于类似动物之森的社交系统 同时是一款结合中世纪题材及类塞尔达式的开放世界作品 在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人类 一个被世界其他生物视为早已死亡的传奇物种 你不知道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 但你需要在这里开始建立自己的声望 无论是作为一个园丁 厨师 房主 冒险家 或其他什么角色 恐龙牧场 Kelio Pines 欢迎来到这个人类和恐龙和谐共生的小岛 它即将成为你的一方天堂 你作为岛上的恐龙牧场主 会和Lucky你信赖的富杰龙坐骑 探索广袤的世界 在野外荒郊寻找并寻服恐龙 探索友好恐龙和欢乐岛民稀息的宽广奇妙世界 解锁新技能 开辟新区域 种植原谱 升级和扩建牧场 结交新朋友 四处探寻五彩缤纷的新恐龙 月光石岛 Moonstone Island 按照你村里练金术训练的传统 你已经搬出去离家一年了 有了简单的工具 练金术配方 和驯服自然精神的能力 你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你能创造一个家 并为月光石群岛带来繁荣吗 Moon stick we are We are We are It's We are We are